23日晚,位于黑龙江省福岩县境内,黑虾子岛南侧黑龙江南岸的一处养殖点,被野兽偷袭,两只山羊被咬死,三只山羊失踪。 经动物保护专家鉴定,凶手是不久前从俄罗斯进入境内的老虎乌斯金。 动物保护专家表示,连日来的监测和这次袭击羊圈事件,表明乌斯金在黑虾子岛活动范围非常大,体能状况也非常好。 东北林业大学,野生动物保护与利用博士朱世斌判定,在养殖点附近,留下的一串串的足迹就是乌斯金留下的,而且还有乌斯金坐下休息的印记。 新华市记者齐鸿心,哈尔滨报道。